接下來我們就真的來看Man to Tetris這門課的Hack CPU的組合語言 主義器應該怎麼寫 那我們直接用他的投影片來看 這門課其實是很大的一門課 因為他實作的東西非常多 他從我們人的思考開始 你需要寫作業系統寫高階語言的這些東西 然後一路做到虛擬機 做到組合義氣 然後就降到組合語言層次 然後再從組合語言層次再看二鏡位 然後你要CPU怎麼去解讀 然後就機器語言 機器語言之後就是CPU 記憶體用邏輯雜來實作 然後最後最底層的就是Nand這個雜 所以他為什麼叫Nand to Tetris 就是從這個最底層的雜 Nand開始一路做做做 往上做做做到什麼呢 Tutris就是一個俄羅斯方塊的遊戲 做出來 所以你要自己做硬體 自己做軟體 自己寫作業系統 這門課是這樣 但是真的能夠把它全部做完的人不多 那為什麼要做主義氣 它這邊有寫 主義氣有一些很奇特的技巧 然後它是軟體的第一個階層 那主義氣就是把 它是轉換 轉換上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語言 因為它是主合語言相對是簡單的 但是如果是C語言的話 你要轉換就比較困難 那寫一個主義氣是寫編譯器的預備動作 如果你沒有寫過主義氣 你直接寫編譯器 你一定會覺得很困難 那主義氣的翻例 這邊有一個組合語言 這是它的機器碼 你要做的動作就是寫一個程式 把這個組合語言轉成機器碼 最好你能夠先處理註解 處理註解很簡單 就是看到兩個斜線後面的全部把它去掉 再去處理就好 那你可以寫了組合語言之後 你可以去觀察這個組合語言 它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你可以用這個CPU Emulator去觀察 你做出來的東西 那組合語言的部分 觀點 它會有Hack CPU的指令有A型態指令 C型態指令 所以你必須要把像這個轉成A型態指令 前面有老鼠號的通通都轉成A型態指令 前面沒有老鼠號的通通都轉成C型態指令 那你會有一個問題 那符號資料跑到哪去 Hack CPU的主義器比較偷懶 它不需要你定義符號 只要你看到一個沒有看過的變數名稱 就自動為它安排一個新的位置 OK 而且因為它是哈佛架構的 它是哈佛架構 它程式和資料是分在兩顆記憶體 所以你的變數從0開始編就好 不過它有幾個預設變數需要保留 OK這個我們待會會看到 所以你看到新的變數 就為它在那個資料記憶體 分配一個空間就可以了 好 那這是A指令的編法 那就超簡單的 這如果是at at 例如說5 5的話 那你轉成二進位 那就是1001 那就是編成0 後面都0 然後呢 最後這裡1001 就結束 這種指令 所以你要把它轉成二進位 就結束 A型指令非常簡單 那C型指令 它也說簡單 但是對各位來講 可能會有一點難度 因為它整個最難的 就是在C型指令上面 C型指令你需要查這個 需要查這個運算表 還需要查這個目的表 就是目的 就是哪些暫存器會被改變的那個 那個表 跳躍表 你哪一種跳指令 應該編什麼 跳躍表 所以這一個會有幾群 一個是COMP這一群 是查這個表 一個是DEST這一群 是查這個表 最後Jump這一群 是查這個表 那你要寫程式去查這個表 再來的話 整個主義器的邏輯 首先是 把一行的指令 拆成一欄一欄 比如說M等於E這種 你就要拆成等號的前面 跟等號的後面 那你才知道說等號前面是M 等號後面是E 那你才知道怎麼編 那像這個D等於M 一樣 你就等號前面後面拆掉 接下來呢 D等於D-M 這個等號後面 你還是要再繼續拆解 用減的符號去 用減的符號去 或加的符號去拆 那你拆成一來一欄之後 你才有辦法編 那最後像這個0JMP 0JMP這個東西 你就要用分號去拆解 所以你要確定 你用來拆解的符號之後 就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那基本上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等號 減號 加號 分號 通通都拆成分割符 把一行整個拆開就好 但是這樣你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被等號拆的 還是被分號拆的 所以你可能要把拆的符號也保留 好 那處理符號的時候 像這個loop 你要算它的位置 然後and你要算它的位置 另外像這個 像這個s有沒有 還有這個counter 這些你要去看到變數的時候 你要在記憶體空間裡面 為它分配下一個位置 譬如說你現在已經有五個變數了 那你已經佔了0到4 那你就再從第五個開始 不過它前面16個是保留的 所以你應該不會從0到0開始 它前面有16個保留 所以你應該會從16開始 才對 好 也就是從10開始 16就是16進位的10 那另外有一些預設的常數 預設的記憶體 位置 像screen screen是螢幕記憶體 所以它的值是多少 文像中好像是655 655 36還多少 好 好 那 所以有使用者定義符號 像這些 裡面就有counter 這個就是使用者定義符號 x就是使用者定義符號 好 那 這種裡面有兩種 使用者定義符號有兩種 第一種是label 像這個loop就是label and就是label 第二種是變數 就像s 和counter 這個變數 那你要指定它的位置 請注意喔 程式的位置 跟資料的位置是不同區的 所以它可能 譬如說counter也被編在5 loop也被編在5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它是hubble架構 兩個占的是不同區的 好 那接下來這一個例子裡面 它就把詳細的符號表就列出來了 那它前面 資料區的前面 R0到R15 是把它當暫存器用 因為它其實 這一顆CPU裡面 沒什麼暫存器 所以它就拿記憶體來當 取代暫存器用 這樣當然會慢 可是問題是 它在意的不是快慢 它在意的是簡不簡單 那這樣確實是比較簡單 好 所以R0到R15 它先保留當暫存器用 然後 Screen是16384 我還以為是6536 16384 沒那麼大 6536是最大的 那16384是Screen 245764 KBD Keyboard 那為什麼16384到24576 中間空了這麼大一塊 螢幕記憶體 還記得螢幕 螢幕有點大 但是其實算是很小的螢幕了 但是對 對記憶體要求而言 它還是得要佔多少 8K 8K 還記得第五章的架構嗎 一開始 一開始是一般記憶體 然後後面是螢幕記憶體 最後有一個字組是鍵盤 架構 你得要複習一下 好 那這個是 預設好的一些記憶體位置 這個符號表 你要先 在程式還沒執行的時候 就把這裡到這裡 把到 到Right之前 也就是 Late跟Late之前的這些東西 全部先塞到符號表裡面 那Late之後 這個是這個程式讀有的 這個是一開始沒有的 這是後來才塞 所以你要把Late之前的那些東西 全部先塞到符號表裡面 那一邊 一邊 執行程式的時候 一邊會見出 Right and i 和上 那主義的過程 我們其實跟剛剛我們講的很像 那一開始就出紙畫 把符號表通通都出紙畫了 然後設定出紙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一行一行的程式去看 然後 給每一個符號一個位置 這是第一階段 接下來是 在同樣這個程式 再一行一行的做 做的時候 如果它是一個 C型態的指令 那很容易做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你要寫的時候 你要花一番功夫 那 雖然 它講很容易 但是 但是你可能得花上 一般的同學 可能得花上 好幾天才做得出來 所以你們 你們得要開始做 要不要等到 期末 我要做主義器 來不及 好 那 如果是 at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就是 A型的 那就很 真的很容易 把它編成二斤 不會就好 那如果是 at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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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數字的話 是很簡單 就把它轉成二斤 如果是符號的話 就 比較複雜一點 你要 先看看 它是不是在符號表裡面有 有的話 它的位置是多少 把它取出來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 你就要 就要為它編 可是照理講 第一階段應該已經編了這個 所以第二階段 如果你第一階段已經編過 第二階段就只要取用就好 好 那 符號如果發現的話 就把它轉成 它的位置 那 如果符號沒發現 那就是一個 新的符號 所以它是在第二階段 才去 才去 處理這個 變數的事情 所以它第一階段 沒有編 沒有編變數的位置 它是在第二階段才編 但是其實你可以在第一階段編 也可以啦 沒有規定一定要在第二階段編 那 只是 既然第二階段編就可以的話 可能放到第一階段 可能放到第一階段 好像也沒有特別必要 可是如果是 CPU0的主義器那個就不行 因為它一定要在第一階段變 否則的話第二階段 它會出問題 好 那你要做的動作就是把這個組合圓程式 寫一個程式把它轉成這個東西 那你的程式就叫主義器 好 那你要實作的時候 你大致上 這門課的老師幫你想好 你應該有哪些模組 那第一個模組叫Parser 可是叫Parser其實有點太大了 一般我們的Parser是指編譯器的剖析器 但是它這裡的Parser其實是指 你每一行的組合圓程式 我要把它的欄位抽出來的那個程式 叫Parser 所以它這裡的Parser不是一個典型的Parser的定義 那再來是Code 就是你要產生機器 你可能要有一個對應的模組或物件 那第三個是符號表 就要管理你的OP table和simple table 第四個是Main 那就是你的主程式 包含你要讀檔 然後一行一行做 然後Parser1、Parser2這些就是你的主程式 然後呢 它分兩個stage 就是你寫的時候它分兩個stage 也就是說你的程式可以分兩版 第一版呢 你只要可以正確的主義那種沒有符號的程式就可以 正確主義沒有符號的程式 但是相對的你就可以先不要處理符號表的那些事情 那等到你這個版本已經做正確了之後 你才去考慮有符號的狀況 那這樣你分成兩段 分的越多段的話 每一段就會越小 那你做起來就比較會有把握 如果你一開始就說 我一下就把它全部做完 你可能做不出來 所以它先幫你分這樣兩段 你可以測試 那還記得我們上上禮拜 是不是講了那個 Mocha和Travis 那如果你用JavaScript 你就可以用Mocha和Travis去做單元測試 那如果你不是用JavaScript 那你C語言也有它的單元測試工具 你也可以試著用 那不來的話你就是用傳統的做法也可以 可是有單元測試的話 對你整個開發其實會比較穩健 我會說這個明明對了又改錯了 因為你單元測試的時候 一下就會出現錯誤就會知道 那這是Parser裡面 它需要的一些函數 建構函數 它是火烯器的建構函數 它開檔 然後火烯 然後是不是有更多指令 然後我們前進一個欄位 然後判斷欄位的形 判斷指令的形態到底是A型的 A型的就是位置 那個AT的那個 C型的就是計算的 那它還有一個L型 這L型是假指令 假指令 那它通常是一個符號 什麼是L型 像這個loop 這就是L型 因為它還是有一行在 可是它不佔空間 因為它只是定義這個符號 所以這個就變L型 那事實上它不是一個指令 它只是一個符號位置 對L型 再來 你的passer 就會定義 像 symbol 符號 destination 目標 目標佔存器 還記得AMD 這三個目標佔存器 COMP 就是那個 目標佔表 到底是D等於D-1 還是D等於A-1 還是D等於100 之類 J-UMP 到底是J-N-E 還是J-E-Q 還是J-N-P 這些東西 好 那 Code Code 是用來產生機器碼的模組 那它就必須要辨認 編碼的時候 它根據到底是 是目的 AMD到底是AMD哪一個位元有被設定 有的話它要轉成 譬如說如果它只有AD D 那它就轉成101 因為M沒有 以AMD的三個欄位而言 它就10 因為M是01 那你要去 在模組裡面去 去塞這個欄位 那塞這個 除了DST以外 還要塞COMP的欄位 還要塞J-UMP的欄位 那符號表呢 你就會加一個新符號 一開始是建構函數 建構一個新的符號表 接下來是加一個新的符號 然後判斷一個符號 是不是已經存在 然後呢 如果已經存在 你應該可以取得它的位置 OK 那這是符號表 那 這是一個其實相對簡單的主義器 那真正的主義器有時候 還蠻複雜的 但是 你能夠寫出這個 你就完全可以了解主義器的原理 所以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 那再來 大部分的主義器 通常 不是 單獨的 它其實會 會 有一些更高階的形式 那 C語言 它 會產生那種 組合語言 有一些C語言 它會產生組合語言 那它會牽涉到一些很特別的段落 那 做最佳化的 然後 寫一個組合語言 主義器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 那 之後 還會再挑戰虛擬機和編譯器 那這是後面的章節要做的事情 所以 今天我們大概就講到這邊 那 各位現在就開始 試著去寫你的主義器 這一件事情 可能得花各位 一兩週的時間 才做得來 好 我們就到這邊 休息一下